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Y点的实验室,我是歪叔 最近发现很多人都非常惦记我的白蚁 那今天就给大家看看这几只白蚁现在的情况 可能这块木板已经全部打湿了 白蚁最喜欢这种又松又软的湿木头了 可能由于前段时间天气比较冷 白蚁都没什么动静 最近温度稍微回暖了一些 这一排是他们的粪便 他们吃了木屑以后会把排泄物堆起来 在木板上形成一层保护层 我们把木板反过来看看 反面比较清楚 木板上已经被咬出了两个洞 白蚁把头伸进去正在工作 这只黑色的蚁后亲自干活 还是比较勤劳的 这里要科普一下 白蚁不是蚂蚁 白蚁属于斐莲木 也就是跟蟑螂是一个木的 虽然我之前也说过 但还是要强调一下 接下来放到显微镜下面 来仔细观察观察这些白蚁 注意看这只白蚁 它的上额特别大 这应该是一只冰蚁 而这只上额比较小的就是普通的公蚁了 冰蚁虽然头比较大 武器比较厉害 但体型上明显公蚁的身体要丰满不少 这就是洞口 白蚁在不停工作 估计要不要多少时间 就能发展成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帝国 这只是蚁后 体型会比公蚁和冰蚁稍微大一些 你可别以为它一直就这么大 这只是去年才出生的新蚁后 慢慢的 它们会变得越来越大 就像这样 注意看这 这两只白蚁在干嘛 其实是公蚁在为冰蚁吃东西 冰蚁的嘴巴太大了 已经失去了进食能力 需要公蚁为食物给它们吃 其实养一些白蚁丸丸还是挺有趣的 既不需要经常喂食 扔一块木板就能吃一整年 也不需要担心越狱 只要不是昏飞的蚁王蚁后跑出来 一般问题都不大 强力推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